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第一个嘉宾访问到的是资深的理财顾问Sabrina Chen Sabrina你好 Lini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USA Today曾经有一项调查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最担心的不是恐怖主义 而是退休以后没有足够的生活费用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美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用财务知识来武装国民 而且财务知识是美国人退休成功投资一定要必备的 讲到退休马上就讲到涉安金就是SSA 涉安金是安全的 但是数目不多 如果您在年轻工作没有那么多年 也没有累积太多的涉安金的基础的话 那么在您退休以后又是住在矽谷湾区全美最昂贵的地区之一 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依赖政府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做一个pension plan 让我们自己能够无惧的赶花钱的过一个丰富的退休生活 Sabrina你觉得对不对 对呀你你你讲的太好了 因为现在啊生活的指数越来越高 讲到退休金呢 我们一定要自己提前一个准备 退休金呢很多人都有一个忧虑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准备多少的退休金才够 其实准备的退休金呢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很多雇主就是大的公司 他们以前呢都有pension 有pension是好的 因为pension呢好像social security一样一直拿拿拿 是一个终身的退休收入 但是自从呢可以追溯到1974年 那个金钱的规则呢已经变化 嗯所以现在好多公司 自从1974年呢大的公司都没有pension了 都不给了 不给了 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嗯 这种方式呢其实现在还有 就401k啊 哦matching 401k啊等等的 或者是IRA IRA 对 其实呢401k就是用自己的钱 就在人公司里面扣一部分出来 放在一个退休的计划里面 嗯 有些大的公司呢它有matching 有的3%有的5% 好像我以前的公司也有 然后呢就自己扣一半公司扣一半 好另外IRA也是这样 也是一个退休的一个方法 账户 因为是403B 嗯 403B呢它就是学校啊或者是非牟利的机构 是一个退休的账户 是 呀 好像比如还有一些457就是一个政府的机构 嗯 一个退休的账户 这些都可以做一个退休将来一个准备 嗯 然后如果是自雇的话啦 你可以做一些SEP IVA 或者Snow的41k啊 或者是IRA或者是Law of IVA都可以 嗯 每一个月就放一钱下去为将来的准备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 很多人都会投资啊 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啊 市场啊各方面的都可以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对对对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用什么方法做什么比较好 嗯 效果怎么样出来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market 是比较不稳定性 嗯 中美的贸易 其他的 中美贸易战还是没完没了的在进行 中美美国又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加税等等 等等很多 最近的股票也很多年税几天下跌 因为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嗯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将来退休 或者很快退休的人士来讲啊 怎么样去management的money是很重要的 嗯 我归纳了有几点哈 第一点比如是安全的 一定要保守安全 那就是protection protection ok 对市场下跌 咱们的钱不能受到伤害不能损失 对保住你的钱 因为钱赚的是不容易安全为主 第二方面是要预算你的钱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投资什么项目 自己也要有一个budget 已经想到要投资 我们就要在自己的钱里面分配好 哪一部分的钱要投资什么标的物 没错 因为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你要先预算 哪一部分是做中期的 哪一部分是长期的 哪一部分是比较稳的 哪一部分是做一点比较风险高一点的 其实要分配 你不能没有预算的时候 你就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地方 嗯明白明白 好我们讲到这边先把Sabrina的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415-602-0347 415-602-0347 千万不要认为它的头号是415 就是在旧金山 其实是遍布弯曲每个地方 据我所知它的office呢就是在cupertino 对没错我的手机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因为很多客户都知道我这个手机 所以一定要继续保持 对 第三方面呢 除了有一个预算之外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好的杠杆 Leverage 一个杠杆 这个要听听看了 因为很多成功的例子 他们都是有一个好的杠杆去帮助理财 钱生钱 嗯一个好的杠杆是很重要的 哦要用杠杆的道理 让自己的投资可以加倍的增加 哦Sabrina 那有没有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呃有的 我最近就有一个71岁的客户 他的401k的账户里面呢 累积了45万 因为退休了 他不想把那个钱再放在那个市场上面 也不想做其他的 比如说是风险大的 他也不想做了 然后他就想用这个杠杆 因为他已经要拿那个RMD了 所以拿RMD RMD就是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对没错 70岁半以上的人必须每一年拿出来 每一年拿出来 以满足国税局能够打税的目的 也没错 所以70岁半他要拿RMD了 所以他的目的就想 他的钱不想锁得太长 嗯 但是呢要满足他每一年拿RMD 另外又想把那个钱有增长的 所以我找了一个杠杠给他 他45万放在这个计划里面 只是7年 有7年10年 但是他选择了7年 就是锁住7年 锁住7年 锁住10年 对 他是一个Term的10年 Term 一个Term的7年 他选择的是一个Term的7年 好 所以这是一个人寿保险的产品吗 它是一个年金的 一个annuity 一个annuity 它是一个累积有利息 有收益的annuity 但是他不会把钱终身锁住 在这个地方里面呢 他是有一个很好一个杠杆 就是他会有几个不同的 很popular的一个指数 比如是Genas 指数帮助钱增长 他每年的平均的收益来讲 大概都有6%到7% 好像我现在假设用6%利率 来看我们的表格 他这个是复利增长的 到7年的增长 然后他每年RMD可以 每一年拿1万6 然后呢 7年总共他拿了13万9 通过那个利率的增长 7年他的账户里面 还有48万8 那就是说他可以满足他的RMD 那个钱也有增长 就是7年的时候 RMD那个累积的数 总共是62万8 就到7年的时候 他把那个钱可以 拿回48万8 哦 嗯 他自己拿了13万9 他还7年可以拿回48万8 对啊 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好 Sabrina 那你可以综合一下 把这个计划的特点 那就是优点了 对 把它综合起来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 我总结了这个计划呢 有几个优点 第一呢 它是有一个利息的收益的potential 另外呢 第二点呢 它稳健可靠 没有市场的下跌的风险 嗯 保本 锁利 富利的增长 康康的增长 康康的增长 好 完全不受到市场下跌的风险的影响 哦 OK 是的 第三点呢 它是灵活的 有些人呢 就不想把那个退休金一直锁住 嗯 这个呢 它是一个比较短期 一个计划 嗯 每一年呢 如果比如说是几用钱呢 有emergency 也可以withdraw 也可以有一个百分之十的 fee withdraw 是没有费用的 哦 超过百分之十就有费用 对 它每一年可以拿百分之十 那拿百分之十出来是没有条件的 没有 都可以拿的 可以了 这个好 这个方便 它是可以拿那个本金和cumination的收益 的百分之十 所以它有现金流的优点 有一个现金流的优点 OK 然后第五点很重要就是对退休人士来讲 一方面可以拿imd 另一方面账户上面也有一个继续的增长 嗯 第六点 因为它是一个年金 所以它有一个严税的好处 defer tax defer tax wonderful 第七点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传承 可以把钱也可以留给了受益人 嗯 有七个好处 哦 ok 所以在买它的时候 就要把自己的beneficiary写上去 有的 还是可以更改的嘛 可以更改 随时可以更改 对对啊 好 就好了 Sabrina 它的联络电话号码是415-602-0347 415-602-0347 Sabrina的公司在南湾的Cupertino 以及东湾的Fremont 它的公司致力于研究市场上各种退休理财产品 包括有人收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 各种不同的年金退休计划 以帮助不同年龄层的客人为自己的目标退休而做打算 根据客户不同的财务状况和需求 为他们寻找最适合的理财项目 非常感谢Sabrina 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重点要提示的 重点的就是提示大家理财的时候要做一个预算 要以稳健为主 退休的人士的话要以现金流有一个增长 对退休比较有一个好的 您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也提到短中长期 短期是几年之内 我想是短期的话是一到五年 中期的投资是跨五到十年 长期的话是十年以上 所以您建议每一个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 都要有对自己短中长期的预算 对不同的分配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大家请致电Sabrina Chen 415-602-0347 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早做一个最完整的规划 415-602-0347 感谢Sabrina 谢谢妮妮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段的访谈结束 我们下次再访问Sabrina 谢谢 谢谢 房东的福音 金算子惠敏博士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He 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信用机构双向保障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靠谱维修 账目比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即空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 rent管理所有房东甩手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353-0855 或he rent.com查询 he rent.com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大额贷款都可in-house独立审批 放款可置2000万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方案 8月份Fremont和Cupertino分行 开放日定于8月16和8月23周五下午2点半 直线贷款经纪 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 昌星珠宝CH Premier隆重介绍 Forevermark永恒印记美钻 精湛工艺打造 绚丽璀璨彰显女性独立 勇气决心 稀释珍品完美无瑕爱的承诺 Forevermark Tribute Collection 湾区华人独家带领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 Al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范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数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 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共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San Jose San Mattel Plexington 三家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汽车 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首选 北加专线888-831-8868 888-831-8868 范宇用心 让您安心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 龚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 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481-GeForce Hero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9年8月5号 是礼拜一 今天的美股收盘是大幅收跌 主要的股指蒙受了今年 从年初至今的最大单日跌幅 国际贸易关系紧张 令风险上升 股市受挫 全球市场普遍都走低 中国人民币破了7 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 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767.28 报25717.74 标普500指数下跌87.31 报2844.74 纳指下跌278 报7726.04 纳士达克是三大股指中 下跌最大的一个股指 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CBOE 扑动率指数VIX一度大涨超过36% 在周一尾盘道指最多下跌超过了960点 几乎要达到1000点 最低下跌至25523.38 纳指一度下跌约4.2% 道指30只成分股习数下跌 苹果Apple与Verizon跌幅是领先 对国际贸易关系敏感的道琼斯的成分股 Caterpillar和波音公司 以及Micron美光科技 以及AMD Advanced Microdevice等芯片生产商 也普遍下跌 标普500指数 纳指在上个礼拜连续5个交易日下挫 在今天再度下挫 周内分别下跌了3.1%和3.9% 双双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注意哦 这个是指上个礼拜而言 今天礼拜一续跌 道指连续4个交易日收跌 上周一共下跌2.6% 国际贸易关系仍然备受关注 面对不断提高的不确定因素 国债和黄金等传统避险资金受到追捧 美国十年期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到1.77% 创了2016年11月以来的新低 12月黄金期货价格早间一度突破了1470块 投资者正在关注人民币汇率破期的影响 今天再按离爱人民币双双破期 中国央行表示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以及对中国征税预期等影响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货率有所贬值 突破了7 但人民币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健和强势 这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应 在美联储局贸易加权美元篮子中 人民币的权重仅次于欧元 人民币同时也是欧洲央行贸易加权欧元篮子中 权重最大的货币 分析师称对于担心美元货币过于强劲的美国总统川普而言 美元对人民币升值将是令他烦恼的重要源头 市场同时也在热议美国国会是否会采取外汇干涉措施 上个礼拜是全球市场关键的一个礼拜 美联储局实施了普遍预期的降息 并淡化进一步的降息预期 但对于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上周降息25个基点 只是周期内政策调整的说法 投资者不买账 因此股票抛售 利率期货市场目前预期的降息幅度要高过美联储局上周会议之前的预估 利率期货市场目前预估美国利率最终将降至1.22% 较当前实质利率降93个基点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公布的欧元区数据大都不及预期 此前公布的欧元区7月服务业的PMI中值落得53.2% 低过预期值和前值 随后公布的欧元区8月C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 得到的是负13.7% 远低过预期的负7.7%和前值的负5.8% 创2014年10月以来的新低 7月份美国的ISM制造业的PMI是53.7% 预期为55.5% 前值是55.1% 刷新自2006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美国上周宣布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6万4 Unemployment为3.7% 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长2.1% 超出预期 焦点的个股苹果 Apple Amazon Amzn 被受到关注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正在调查亚马逊和苹果的交易 是否涉嫌潜在的价格垄断 热门股里面的阿里巴巴BABA 京东JD 拼多多JDD Bilibili Bilibili 蔚来汽车等普遍下跌 消息称阿里巴巴在两个月前秘密成立了经济体发展委员会 目前已有百人左右入选 对此阿里巴巴回应称不予置评 搜狐第二季度营收是4.75亿美元 净亏5000万美元 搜狗第二季度营收 3.04美元 同比增加1% 其他市场在周一亚太市场重挫 日经指数收跌1.77% 澳大利亚 作收1.9% 韩国指数作收2.6% 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2% 深圳城指数下跌1.66% 创业版指数下跌1.6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3% 台湾加权指数收跌1.19% 欧洲市场方面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德国下跌1.77% 法国下跌2.19% 英国指数收跌2.47% 但是远远不及美国指数下跌的多 黄金现货价格收高1.4% 以上就是2019年8月5号 美国的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接着我们将要访问投资顾问 严济玲博士 主题包括美国股市的前景 欢迎收听 谢谢 华人生鲜第一站 CV.com 四周年庆 CEO Larry 带来美国最大网上华人超市 各种辩解与优惠 中文投资网CEO Waron Wang 讲述2019年下半年的投资策略 独家冠名赞助 GMCC James Jean 西资深贷款顾问 Tiffany Wang 介绍特别的贷款方案 邀请同行参加 Open House 8月10号周六晚7点半 11号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度 娱乐漫谈好时光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先由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哎 这几年皮肤 一直有暗疮 试过很多方式 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 介绍我到南湾的 Boford Day Spa 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 好光滑细嫩呢 Boford Day Spa 还有多种方式 治疗各种色斑 去制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Boford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 汉浦生命科技 2019巨线爆款 New Leaf CBD 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 解决压力大 严正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汉麻油 让您生活无忧 立即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哦 订购电话 888-789-1670 888-789-1670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A和CAMPO 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访问到 严晋玲博士 严博士 你好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自从在上个礼拜的 7月31号 联储局宣布降息 他已经给了市场 市场所要的 他这个做法呢 也表示 严博士 这是我的看法 说我们联储局 就是要保持 我的中立性 我不管你川普说 要降息超过一码 或者是两码 反正我就认为 我走我的路 他这个路也是跟生死 攸关的一条路 他也给了市场 市场所要的 没有想到市场大卖 那在上个礼拜 两天大卖 今天更是连续大卖 今天在盘中 道琼斯一度 快要跌到1000点 结果收盘的时候 是以收跌767.27点做收 是所有全世界 今天的股市 是美国收跌的最烂 道指是下跌2.9% 报25717.74 标普500指数下跌87.31 也是2.98% 几乎是3%了 报2844.74 纳指下跌278.03 是三个股指里面 表现最弱的一环 下跌了3.47% 报7726.04 恐慌指数一度 大涨了36%之多 哇 这个市场 好像都还没有休息好 如果现在说 买股票的时候啊 这个timing 到底是太早了呢 还是刚刚好 这个我们也 待会请 盐博士来给我们分析 同时你看这个周末 美国到底是怎么了 13个小时之内 两个地区的大滥杀 一星期有三件这种事情 国会怎么做 这个FBI怎么做 警察应该怎么做 我们老百姓怎么做 可是国会现在在休会 上个礼拜就过去七八天 这个世界有点乱 好乱哦 那个有一个这个滥杀发生在 Gilroy's啊 那个那个Galaxy Festival 是不是在你们那附近 在我们的南边 大概50英里的地方 哦这样子 嗯 所以还有加上前两天的这个 13个小时之内 有两个滥杀 一个就是在这个 Airpastle Texas 还有就是 Dayton Ohio 没有那也就是说13个小时之内 有两个大屠杀 然后再加上一个礼拜前的 那就一周里面有三场 这是很很恐怖的 他们没干什么事啊 他们就是去参加一个Festival 或者礼拜六早上去 去Walmart买东西 或者是晚上去Night Club 那这样来讲 我们一般人的话 很容易进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美国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想那些政治人物 从我们总统开始到议员 到什么 我觉得搞到现在两年 都有点有点too much啦 那另外枪支管制问题 我想也应该回来讨论 可是呢 8月份 8月份华尔街很高兴 你们政治人物都回家休息 整个8月是休假的 要等到Label Day 以后的一个礼拜 9月9号再回来 可是我想华盛顿 也不会太平静 因为我们有Trump 因为有Trump总统在那边 他爱说什么 他什么时候要说什么 他都不会让大家 休息的 对 他这一年多来 好像市场都听他的话了 市场一般都听他的话 所以他如果讲话之前呢 自己先做个这个 Trading的话呢 可能已经赚好几亿了 非常可能 是的 好那现在呢 暂时国会还在休会 也没得说了 也没得干了 那看到大阪 集团体跟上海会谈 都没有 都好像都完全没有用 谈了 一点喜气 维持个30分钟 然后又各自走各自的路 各做各的梦 然后对于在开会所说的 然后这些笑容 完全没有用 都好像抛到脑后一样了 中美贸易战连带 整个的世界都是惨兮兮的 今天人民币也破漆 而世界这么乱 连我都有一点觉得 不舒服了 对 当然了 最近的一个大issue 主题就是这个 中美贸易战 因为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 可能已经造成伤害了 那往前走信心问题 也是依附在这个 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上 那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战争能够停息 但是看起来呢 可能没那么快 我们知道在这个 大阪G20的时候 定了一些调 那时候 川普的这个知识放得很低 也几乎没有给中国一些难题 也就是说 包括发尾解禁 还有就是说 我不再提高这个关税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那中国呢 中国方面大概只答应 答应说 我都给你买一些大豆 对 所以这个基调上来看呢 就是说Table Turn 本来就是说美国比较强势 本来就是这样嘛 中国这个贸易战 一开始就没有实力 没有底气 但是好像那时候开始 中国转的策略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贸易战 我可以拖啦 那川普因为有这个竞选的压力 就变成川普比较急一点 那在这个以后呢 以后就是我们本来刘鹤 可能比较温和一点的 他主导 那现在看起来呢 他还是坐在中间主导 但是呢 他旁边出了一个中山 中山是这个 中国的这个商业部长 商业部长 他是属于相当相当的鹰派的 他说过 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 中方要能够发扬斗争的精神 好像解放军讲话 好像是一个军人讲的话 对完全不一样啦 所以你对这个事情 如果深入的话呢 你应该可以看成 中国现在把它 变成比较 政治化了 本来是商业谈判 变成把它政治化 虽然 这个开会地点 本来从华盛顿 跟这个 北京这两个地点 他突然给它移到上海 那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说 把它定位为经济的谈判 而降低政治意味 因为两个首府的谈判 他把它提到上海 可是呢 你要看看 很有意思 他中国把它搞在上海的西郊宾馆 他还有一些其他意义了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谈判的位阶下降了 表示中国不急 不要再牵纸脚下谈 所以他到上海 应该是把谈判位阶下降了 也就是说 中国要打太极拳 用这个持反的一个战术 没川普那么急的 还有呢 为什么选在上海的西郊宾馆 我们知道历史上 那个周恩来不是跟尼克森 在1992年碰面吗 那时候签了一个上海公报 就在上海的西郊宾馆 所以他也有意思告诉美国说 我们那时候开始从这里中美正常化了 那现在中美应该要请美国也注意到这一点 我想这一 所以中共每一个动作 共产党每一个动作 它都有它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谈判不会有结果的 当然了 那一天大概只互相表示善意以外 其他没发表 没发表什么 那一回来 川普就宣布说 对中国3000亿的产品提高 百分之十的关税 那中国当然今天大跌 也就是因为这个周末 就是说美国开盘之前 昨天他说 他出了两招 第一个叫所有的中国农产品公司 暂时不要买美国的农产品 当然包括大豆啦 猪肉啦 高粱啦 这些东西 第二招他放手 让他昨天已经开始 汇率 汇率 出了这两招 所以这个打下去 而且如果再加上一点 种族的意识啦 然后再加上 这一个 其他政治的因素 跑进来 然后又加上科技战的话 这个战没完没了的 华尔街就是 可能对这些事情 蛮有担心的 投资人也好 非得理人也好 这样下去 对于川普 他的要竞选连任之路 有什么好处呢 是这样子 在午夜谈判失败以后呢 川普想说糟糕 这个地有没成的话 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那时候Paul都出来的 他连拜登 Harris 还有Warren 全输掉 然后整个 批评也不好 所以他打起电话 确定说 习大哥 你会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到集团体的时候 是这个味道 回来以后 突然想到 如果这样搞下去 不行的话 他必须要回到他的老调 他的老调就是说 把这个 美国 差不多三分之一 这个比较 国家主义 种族主义 的一些中下阶层的白人 追团 把他给搞出来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他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投票率 从来不会高过70 一定说60左右 60出头 我们算他70好了 而且这个70是 不是所有的公民 可以投票的 他公民是有注册的 美国有去 register 有register 的voter 只有差不多七成 所以你7749 美国人事实上 有投票点的 只有49 50% 就一半出来投票 那一半呢 理论上 我们算数学 理论上 50出来 你拿了26就赢了 对不对 可是他那些 种族主义 比较高康的那些 也就是说 我们讲 比较通俗的话 就是穿粉了 他只要穿粉30出来 27%穿粉出来 他就有26 他就有26就可以赢 我想他现在又回到说 我可以把那些搞出来 你看在别卡 那个开会 在别卡 他在一个大学的一个演讲 那个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send her back 大家叫出来send her back 叫美国那个 congressman 回到他的Somania 还是什么 那个场面是非常恐怖的 都是年轻的白人 中下阶级 我去我不敢进去 因为他看到我 会叫我send me back to China 所以可能是现在 基调是这样 所以这个贸易战 可能没打得完的 嗯 这个事情 对 这只是一个open end 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怎么样解决 我想聪明的中国人 大家自己都应该 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 好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7月31号 联储局决定降息一马了 诶 曾经也高兴过一阵子 诶 但是 跟我在访问 我们做 节目的这些贷款人员 来讨论啊 近期贷 贷款利息最低的是 7月30号 那一天 到了31号 一决定降息 反而利息 升高了0.125等等 但是今天又是另外一个现象了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现在 利息今天又降了 所以我今天接到的电话 都是说周乐 你有没有时间 我要到你的台里面 来讲一讲贷款了 诶 现在今天马上就是这种 这种的电话了 可见的利息的确是降了 可是华尔街不买账 为什么降息以后 不但是全世界主要是讲美国 又乱成一团呢 那这个问题这个答案 我们等到进一段工商资讯回来以后 第一个来探讨好吧 好 好的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范语集团首创财富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部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tel Plessington 三个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的首选 北加州专线 888 831 8868 888 831 8868 半语用心 让您安心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致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Maxroll Cu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l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ll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ol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l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 他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创办人Warren Wang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Warren大胆建议买进Apple 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Warren Wang揭秘未来十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 微信Warren Wang 2018 或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福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平台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Google &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严博士来讲一讲看 为什么降息了 那我们整个的股市还在跌 并且今天CNBC说 今年2019年可能要降四次息 就是除了今天之外还要再降息三次 有这个必要吗 对 为什么它降了反而跌 事实上有点sale on news的一个味道 因为我们早先 比较什么两个月前 说是要降两码0.5% 后来一直都是说可能就只降硬 市场期待降硬 Federal Reserve当然也就是降硬 这个就是说sale on news的一个味道 另外一个它里面降完息以后 Federal Reserve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本来一直过去从2015一直到去年一直都在 都在涨息 我们这个三年的时间叫做涨息循环 那现在开始 几个月前开始谈到说要降息 那我们期待说我们有降息循环 那现在它的里面一个language 它讲到我们只是一个adjustment 也就是说在降息循环中间 我们因为不确定因素 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因素 我们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这次降息变成调整 那调整就不形成趋势了 所以保守街不是很高兴 不满意 对那当然后来的礼拜四跟礼拜五 还有今天的跌 我想这是中美贸易战的因素比较大 那除了当天的行为以外 其他有一些乱象 乱象华尔街不是很高兴 比如说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理论 或者是想法都好像不work 理论上Federal Reserve降息以后 它美元会下跌 那美元下跌 那房金上涨 通常是这样子的 那这一次不是 这一次下跌 立即跌了以后 房金大涨 像今天已经看出来 好像要往1500铺了 房金大涨 然后接下来 美元指数又创新高 那天intraday达到98.932 比起一年半以前最低88.253 应该是这样子 已经涨了12.1% 就是一年半以来 这个都是怪象 怪象有转向 华尔街不喜欢这样子的 那看起来怎么 情况是怎么 就是对这个世界 我们开始讲的 这个世界的一个不安 没信心才会造成这样子 因为如果 投资人对世界 情势 不管是政治 经济 各方面 避风港三个 第一个是房金 第二个是美元 第三个是日币 就三个避风港 那这个房金我们知道 快往1500块铺了 那美元为什么大涨 大家避到这个 美国债上面去 美元还是认为 世界的避风港 避到债上面去 那日币 日币兑美元也涨到106 所以这些钱 都避到房金美元 还有日币上面去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世界上投资人 对整个世界情势的一个 不安 没信心 我想大概这样解释 比较合理吧 我们现在再来讲 一种币种 就是Facebook要出的Libra 上一次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是没有完全讲透测 我们今天请 闫波士给我们 稍微复习一下 但是主要的是 再加上针对 这个Libra 未来来自 美国政府的阻碍 以及全球各 中央银行的阻碍 将会是什么 有办法克服吗 对 我们刚刚稍微复习一下 Libra就是 所有的这个加密货币 我们大家对这个 Bitcoin蛮熟的 但是Libra Facebook准备推出的这个Libra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participate 它对这个区块链 还有这个电脑上能够去看的 就变成那一方面是公开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participate 但是Facebook不是 Facebook它成立一个叫做Libra Association 由全世界一百家公司组成 它本部在日内瓦 这个就等于Libra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中央银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Bitcoin它没有reserve 后面没有东西来支持它 但是这个Libra的话 它后面有货币支撑的 它的货币可以是美元 可以是日币可以是美国的债券 所以它后面有东西back它 那好处呢 好处当然就是说 我要寄钱 或者是寄什么东西给某一个人的话 就等于我们现在在Internet上 发一个照片送过去 就相当方便的 那这一个东西看起来是相当好的 我也喜欢 大家都喜欢 但是呢政府我想 那一方面它是一个 有一个huddle的 有一个主力 大概政府多持反对的态度 在美国7月份有两次的公听会 那那种 当然大家探讨的很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人已经提出来 我们对这个Libra这种东西 我们干脆就一个立法把它否决掉 这个东西就是不行就对了 有人这样提出来 那另外 他提出来他是反对Facebook出的Libra吗 对 他就是说Libra 或者以后Google要出的话 这个就是 也不行 一概地把它否定 all together 就是说stop 他说propose legislation to stop Libra all together 都不要讨论的 这种东西就不行不好 就是违法就这样 这个是最最最 决断的一个看法 那我们的财政部长 Municin 他说了 他说Libra 可能会被 被誤用 就是说被这个 犯罪的人拿来变成 变成犯罪的一个工具 这是他的态度 那我们中央银行怎么说呢 中央银行他 他跟Congress讲说他 Rate serious 的这一个concern 就是说他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问题 包括这个privacy 包括这个money laundry 包括这个consumer protection 还有这个financial stability 他也提出这四个缺点 所以现在要通过政府 你除了法律以外 还有联邦政府 还有Federal Reserve 所以我想呢 他纵使做出来 要真的能够实行的顺利 尤其在美国的话呢 可能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 要有一番奋斗的 有相当大的阻力 要有一番奋斗 今天高科技呢 也都下跌的很多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Facebook表现如何 哇 他已经连续一个多礼拜的下跌 今天再度下跌 百分之三点八六 跟大盘一样 现在是一百八十一块七毛三 也不是我今天一开始的 opening remark 我说 现在跌了这么多 是不是超卖 现在是不是买点 那就这个问题 您怎么说 呃 对 对 我们要看哦 看那个我们五月不是一度下跌吗 嗯 今年fail email好像对了 五月一度下跌 然后六月完全 recover 那七七月份上个月大概就 就在两千 两万六千五百到两万七千过了 在那边盘旋 那四五六三天 不是四五一这三天 这三根档子移下来 我想没有这么善了 我们要看哪里呢 现在要抓support 因为今天两百天平行线已经破掉了 现在我们要抓support 要抓那个五月六月初 六月初那个底部 所以那个底部如果看intro day的话 大概是两万四千七百五十点 我想可能会看到那个地方 嗯 所以还得等一等 呃 我想也是 现在看起来这三根黑棒下来 就是falling life falling life 呀 今天下跌的最厉害 OK 如果说碰到六月初的那个底部的话 就完成了一个好像一个帽子一样的 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完成 对 所以现在入场的话还是蛮 蛮冒险的 OK 整年看起来的一个一个大顶 是应该是在net line 应该是两万五 如果两万五跌升多了下去的话 可能game over也有可能 alright 好 那一般八月份的股市 按照季节性来讲是如何的呢 呃 八月份事实上老实讲是不好 我们知道1901到1951 这是上世纪的前半段 这八月份是所有月份里面最好的一个月份 哦哦 那可是从1987年以后变成最烂的一个月份 那如果从1950年开始来算的话 smt排名是689 最后三名689 那八月也是其中之一 对那刀中时呢刀中时是869 八月排在最三 然后next更不用说 next他是789 我们知道next最烂的三个月就是7月8月9月 这变后的三个月 那7月好一点8月烂了9月会更烂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三季的话 high tech的股票 人家跌的话 他一定跌的比人家多的 嗯 所以八月听起来并不是好的月份 所以想要next进去超个底的人可要三思了 OK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技术图表VIX一天上涨36%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呃这个是代号是叫做SR 那他是看空哎不对不对我这个要停一下是什么呢 嗯来看是什么 嗯 SH 对 SH 对 SH 嗯 SH 哇跳空上涨哎 是 好先开始 好我们现在请盐博士来替我们看一下SH 这个是ProShare Short标普500的ETF 今天上涨3% 他连续涨了5天 今天有一点小跳空上涨 表示市场预测标普500还会继续下跌哦 对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还没有还没有结束啦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道琼可能会跌到两万五那个那个地方 当然了这种下跌下来不可能就是说 到此为止 V字型反弹是我们期待的 但是呢贸易战除非明天宣布说我们跟中国的这个deal 也有又开始走了 除了这种情况才会有VShip反弹 不然单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VShip反弹的可能性 并不太大的 那刚刚提到这个SH还有VRX也给我们提供说 我们还有Room 在这个时候呢你冒进可能不对 我们宁愿等慢一点也不要说在这个时候冒进 有点像catching falling knife的味道 对即使明天市场上有一点反弹 或者是美国政府又出来说 哇我们不要这个增加关税 我们这个不要再跟中美贸易战 他即使再这样子因为狼来了也已经超过三四次 哎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大众也不会再相信了 一定要看到有一些solid的东西正式签字啦 摆在台面啦我们才能够相信 反正我们现在所处的八月并不是在股市很好的一个月 大家密切注意会不会跌破线 跌破两万五千点 maybe牛市会终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对吧 是的 好哇明白了 那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今天非常感谢严博士 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祝你晚安 拜拜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财经天地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谢谢您的陪伴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好我们现在请严博士来替我们看一下SH 这个是Proshare Short 标普500的ETF 今天上涨3% 它连续涨了5天 今天有一点小跳空上涨 表示市场预测标普500还会继续下跌喔 对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还没有结束啦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稻穷可能会跌到25000那个地方 当然了这种下跌下来不可能就是说到此为止 V字型反弹是我们期待的 但是呢贸易战除非明天宣布说我们跟中国的这个deal又开始走了 除了这种情况才会有Vshape反弹 不然单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Vshape反弹的可能性并不太大的 那刚刚提到这个SH还有Vs 也给我们提供说我们还有loom 在这个时候呢你冒进可能不对 我们宁愿等慢一点也不要说在这个时候冒进 有点像catching falling knife 的味道 嗯对即使明天市场上有一点反弹 或者是哎美国政府又出来说哇我们不要这个增加关税 我们这个不要再跟中美贸易战 他即使再这样子因为狼来了也已经超过三四次 嗯 我不相信你不相信大众也不会再相信了 一定要看到有一些solid的东西 正式签字啦摆在台面啦我们才能够相信 反正我们现在所处的八月并不是在股市很好的一个月 大家密切注意会不会跌破线 跌破两万五千点 maybe牛市会终结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对吧 是的 好好哇明白了 那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 今天非常感谢严博士 谢谢你 好谢谢大家 祝你晚安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今天晚上的财经天地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谢谢您的陪伴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提倡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